肉片海鮮放在架上烤 中秋節將近家家戶戶都在烤肉 不過最麻煩的果然還是 山頭太麻煩了 木炭堆疊在一起噼哩啪啦作響 火勢越燒越旺 中秋烤肉吃飽喝足後 如果火沒正確熄滅 就很有可能引發火災 變火 有這樣知道我不知道 棍子 一雙手套 布手套 那一罐一瓶水 還有拌滿的水 貝陀工具開始滅火 首先用棍子把木炭攤開 接著灑水降溫 再倒進水桶內靜置五分鐘以上 才能把木炭裝進垃圾袋內丟棄 灰燼表面冷卻了 但是它是立體 底部内部它可能還有餘溫 沒辦法做降溫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倒過來 其實把這些的灰燼炭火 直接倒入所謂的水桶裡面 達到最好的面火熄火的效果 現在除了傳統炭火烤肉之外 越來越多人求方便會使用卡式爐烤盤 同樣也能享受節慶氛圍 搖一搖以為瓦斯用完了 但其實可能還有部分瓦斯殘留在裡面 這時候如果沒有做好垃圾分類 就很有可能引起火災 瓦斯罐不能直接丟進垃圾車 否則擠壓後容易爆炸 而高壓瓶罐類使用完畢後 要先在空礦處確認沒有氣體殘留 接著在袋子外加住金玉 單獨打包後交給清潔隊人員 團圓烤肉的同時得要小心做好善後處理 才能避免災害發生 TVBS新聞張麗玲徐一頓高雄報導